大家好,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,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,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,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,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,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。 今天堂堂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就11岁老人50年不生病,免费公开6个养生法,别再花冤枉钱了。 中央保健局有位医生,被人称为红墙御医,在养生方面可谓是大有心得,先不说别的,他这后50年里一次感冒都没得过,60年间体重没有变过,就连心电图都跟教科书上的一样,没有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, 你甚至都看不出他现在已经91岁了,想必很多朋友们听到这里都开始好奇,他是怎么做到的了,让我们一起学习一下吧,6个保健方用了一辈子,50年没得过感冒,体重60年不变,88岁看起来像60多岁,王老是怎么做到的呢? 总结起来其实就6个保健方,一,吃什么无所谓,关键是要吃七八分饱。 过去行军打仗吃不饱,医疗条件不好,青霉素整个延安只有几品,反观现在人们吃得好,住得好,行得好,可大多数人却身体素质越来越差,疾病越来越多,这是为啥?因为人太过讲究了。 首先不要亏对嘴,我爱吃肉而且还喝酒,喜欢吃的得吃,但是不能傻吃,吃什么无所谓,关键是要吃七八分饱,如何把握七八分饱? 王老建议,到下一顿吃饭前有饥饿感即可,如果下一顿前不太饿,就说明上一顿吃多了。 怎么吃?吃得少一点,每餐七分饱为宜,饭前喝汤有助于减少食欲,吃得杂一点,健康的饮食习惯应该是荤素搭配,以素为主。 中医也一向倡导富食,以荤素搭配,以素食为主,并认为此一长寿的一大秘诀,肉类食物中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,两条腿的不如一条腿的,这一条腿的是蘑菇,中老年人可以吃一些蘑菇,每餐的搭配应该是一荤一素一菇。 吃得粗一点,长期单一细凉摄入,容易导致营养失衡和消化功能减弱,此外,适量增加粗粮有助于预防糖尿病,皮盐便秘等问题。 吃得淡一点,蛋即是饮食清淡,现盐现油现糖,吃得慢一点,孔夫子说食不渝,寝不炎,做任何事情一定要专一,吃饭就是一心吃饭,细嚼慢咽,慢慢品味。 每口饭菜咀嚼30到50次会让你更长寿。 二,动物,动物,不动那就死得快,动物,动物就得多活动,不动那就死得快。 有句话叫生命在运动,这个大家都听说过,但是有多少人做到,多活动,不贪图享受,保护自己的功能,才能健康长寿。 这比你先大口大口不节制的吃,结果三高了,肥胖了,又挖空心思减肥,这样瞎折腾要好得多。 想健康就得对自己狠点,我经常不行,坚持体力活动,平日只要不赶时间,不提重五就不乘车,免费车也不坐,上楼尽量不坐电梯。 王老78岁时给101岁小学老师拜寿,到的早没事,就慢慢爬上了22层,一口气登上了22层楼,还不觉胸闷气短。 不过,运动一定要量力而行,不能玩命,更不能以损害身体健康为代价。 怎么动? 走路是世界最佳运动之一,既简单易行,强身效果又好。 不论男女老少,什么时候开始这项运动都不晚,走路时要注意三五七原则。 三是指每天要步行3000米以上,且保证30分钟,并坚持做到有痕、有度,过分激烈的运动对身体不利。 五是指一星期要运动五次以上,七是指运动后心率加年龄等于170。 例如,50岁的人运动后心率达到120次,身体极好者可达到190次,身体不好者不要超过150次。 具体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调解。 如果觉得三五七原则太难记,那就记住一句话,每天至少快走30分钟,直到身体发热,甚至微微发汗就达到锻炼效果了。 提醒,早上锻炼的话别太早,等太阳出来后,大约9点到10点再去活动才是最明智的。 很多人认为早晨空气好,适合锻炼,太阳出来前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较高,即便是森林空气质量也较差。 另外,临床病例显示,冬春季节的上午8、9时,是老年人洗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时段,此时要尽量避免剧烈运动,别以为追求苦练。 很多老年人都认为,体育锻炼有痛苦才有效果,这种苦练的运动模式,是老年人锻炼中一种最危险的错误观念。 如果有心血管病,老年人在运动中出现疼痛、眩晕、胸闷、气短等症状,应立即终止运动并及时就诊。 3.睡好觉比吃好饭更重要。 最好的睡眠是每天晚上11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,我每天晚上10点上床,10点半入睡,通常一睡7到8个小时不醒。 如果做不到,起码也要保证24小时之内有一个睡眠周期,不要因为任何理由耽误睡觉,人一天不吃饭没关系,但要是一天不睡觉,体力和免疫力都在下降。 只有保证了睡眠,才能保证老天爷给你的天然防御系统,才能有很好的免疫力。 现在,很多年轻人过老死,都是因为长期熬夜,长期透支。 怎么睡? 在每晚嗨时,9点到11点入睡最好。 中医认为,阴气甚则昧,入眠,阳气甚则悟,醒来。 而子时是阳气最弱,阴气最甚之时,此时睡觉最能养阴,睡眠质量也最佳。 睡如宫,能够减少地心对人体的作用力,让人感觉轻松舒适。 由于人体的心脏躲在身体左侧,向右侧卧可以减轻心脏承受的压力。 早晨最好6点起床,有助于深发阳气。 如果前一晚睡晚了,最好也在7点前起。 中午也要小气半小时。 南少林火工推拿研究所提示,如果有失眠的情况,不妨晚上用三早人泡水喝, 最好是在睡觉前的半小时左右饮用,能是催眠效果最佳时候入睡。 4.出了问题就想靠药物解决,这是行不通的。 王老说,免疫系统是人体保卫系统,说白了,它就是和疾病打仗的。 千万别有点小病就吃药挂水。 许之,是要三分毒,翻开中国药点,哪种药没有毒副作用? 原本应该让免疫系统克服的问题,让药物去克服,并可以痊愈。 然而,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不但没有得到锻炼和增强,反而被药物损害。 十年前,我患上了喉癌,手术切除了四分之三的身带。 术后,我一没放弃,二不化疗,甚至也没有吃药。 靠着老天给我的免疫系统,我就打赢了这场仗。 我不能容忍放化疗杀死我那么多健康的细胞。 是否需要放化疗,建议根据病情选择,不能一概而论。 不要羡慕别人公费医疗,免费看病,要我说都不是好事,没啥可羡慕的。 免疫系统就是和疾病打仗的,你就要让它去战斗,越战斗它越强大。 三招激活免疫力 每天喝一些含有益生菌的酸奶或吃一些酸奶酪,能增加肠道内好细菌的数量,提高机体免疫力和抗病能力,降低感冒和流感概率。 常吃大蒜有助于提高免疫力,还能帮助防止心脏类疾病。 大蒜中的大蒜素能抑制人体内炎症反应,减少自由基对人体细胞的损伤。 常喝蜂蜜水、姜水、柠檬水。 蜂蜜中的抗氧化剂有助提高免疫力。 生姜是天然的阵痛剂和解毒剂,有一定对抗感染,消灭流感病毒的作用。 柠檬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,有抗氧化性。 5.老年人要有事儿干,找事儿干。 用则尽,退则废。 老年人要有事儿干,找事儿干。 即便退休了,也千万不要闲下来。 人的身体有很大的潜在能力,要不断用它,它才能好。 如果不用,各方面的机能就会退化萎缩。 王老离休二十年来,不断硬邀参加社会活动,觉得把养生保健的知识交给大家,比把它带进棺材理智。 他自觉思维与言谈尚不糊涂,而且常用手机收发短信,还用电脑写作,上网收发电子邮件。 这么玩,退休后一定要培养自己的爱好,否则你会迅速被衰老。 您可以报老年大学,也可以和朋友邻居跳广场舞,什么爱好都好,就是比老宅在家。 比如,摄影,让大脑老得慢。 老年人参与摄影,能活动筋骨,锻炼身体,清静大自然,呼吸新鲜空气, 还能在摄影活动中交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,一举多得。 唱歌,使人心情舒畅,唱歌时一呼一息,能锻炼人的心肺功能。 唱歌要记住歌词,可使记忆力得到锻炼。 唱歌还能使人心情舒畅,消除孤独感,寂寞感,有助于健全老年人的心理,减缓精神与智力的老花。 养花,延缓记忆减退,花草能给人带来愉悦,活力和希望,能美化家中环境,更能带来健康长寿。 加上,养花草的成本可大可小,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控制,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。 养花草不是简单的活,需要学习养护技巧,可以有效预防老年痴呆症,延缓记忆减退。 6.晒太阳 养生就是遵循大自然规律,该吃饭就吃饭,该休息就休息,也别忘了晒太阳。 要想健康就应当遵循大自然规律,不能太讲究,该吃饭时就吃饭,该休息时就休息,多到户外体会四十变化,少做家中克服四体不勤。 万无生长靠太阳,人们应当多晒晒太阳,现在人们夏天怕太阳,冬天怕风吹,虽然吹空调是舒适了,但完全没有了大自然一年四季的温度变化。 恒温的地方待久了,会使身体对环境温度变化的适应能力下降。 一旦有流行病爆发,对环境适应能力差的人,当首当其冲被病毒清洗。 这就像花房里的花朵,在室内开放的核极绚烂,可一出温室就会死去。 怎么晒? 常晒太阳有助于降低流感病毒及其他常见呼吸道疾病的危害。 上午十点,下午四点,阳光中紫外线偏低,既能促进新陈代谢,又可避免伤害皮肤。 每次晒太阳时间不超过半小时,晒完后可以搓热双手,按摩脸部,清新安省,舒缓疲劳。 晒太阳背光而做最好,因为背部有一条不可忽视的经络,都脉。 都脉有阳脉之海之称,总都一身之阳气,把背晒热晒舒服了,人体的阳气也就充足了。 其实,养生的道理大家都懂,养生的方式也都知道一些。 只不过有的人重视,有的人不在乎。 有句话说得好,今天不养生,明天养医生。 要是不想辛辛苦苦大半辈子的积蓄,都花在看病上,从现在开始就要学着养生,身体才是最重要的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,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。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糖哦,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